大家好,欢迎收看《数据尘宝》 这个环节我们会用不同的财务指标、数据 甚至是技术指标,与大家筛选股份 今天继续有身边嘉宾信报的女子艺 与我们Eric谈一谈 筛选基本因素强的股份 Eric你好 今天的计算风格有点复杂 不如我们先讲第一步,有什么筛选的准则 第一,我们先选恒生充合指数成分股 大概500多个 最低限度,因为市值又大 第二,我们会用一个现价 股价要高250天线 高过牛孔分界线 是的,大家知道恒生指数都低于250天线 但如果看整体港股 其实有八成股份是低于250天线 哇,这么多? 是的,所以我们想选强这些强势股 所以就用250天做一个计分 是的,即是选一些小数的强者 港股市场中大约有两成的批 就入面去着手 还有些比较复杂的 我们当中用一个计分表 它就像BodyTrack那样 我们真的坚持 踢踢踢 是的,踢踢踢 那里面分开三个范畴 中文名叫做皮托斯基分数 它就分开三个范畴 看它的盈利能力 再看它的财政实力 和经营效率 三大范畴 而这三个范畴里面 我们要再介分它里面有九个小项 是 而这个小项 当它通过这个小项 就给了分 不通过就零分 不然之F score 最高可以有九分 最低是零分 那就是医生这样 看看这些小的标准 够不够健康 盈利、赚钱、财政 看看它够不够安全 还有经营的效率 这样看法的话 我们很难估算的 不如用个例子 勾借长实来说一下 好的 如果我拿回详实在2021年和2022年的财务报表的数据 去看F score的评分 大家会看到 譬如看它的资产回报 是正数 其中一项是这个 你看到这两个财政年度 都是合格的 其他还有其他小项 不特别多 除了零是正年能力 还有财政实力 大家会看到 对的话就有分 不对的话就零分 如果是合格就有分 所以你看到 如果看财政实力 在上个财政年度 其实你看到 长债占的资产比率的回落 是回落了 是要回落的 但是你看到去年度是不合格的 所以是靠差 但是今年来说是正的 就是如此来推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情况 就是今年的财政年度 长实的F score有8分 而去年就有7分 所以你看到有改善度 代表基本面已经有改善情况 是的 即是我们说 F score 如果它一尾都是高分的话 我们可能觉得差点 最重要是 今年比起去年就有进步 我们一开始都已经说过 今天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用这四个条件去筛选 详实当然我们刚才数到的例子 分数是有增加的情况 究竟有哪个F score F score 今年的年度要去到7至9分之余 今年年度亦都是大过去年年度的合计数字 大家一定很好奇 说了这么久 有什么股份符合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拿个放大镜出来去尋一下报 好 今天经过了我们刚才那四个条件 在2500只的港股当中 筛选得回来只有13只股份是合乎资格的 画面上就是头八只 包括刚才说过的长实1113 上两个星期我们都说过煤炭股的神华 看完后一版 因为我们按照市值上排列 看回一些比较小一点 其实还有一个新售例 1910 怎样看这个彭榜 基本上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板块都有出现 例如说地产板块有三只 综合企业有两只 大家看到基本上都分得很散 代表现在没有特别一个板块很强的情况 那会不会就是我们筛选出来 是那个板块中的龙头 这个都很耐人尘味 那我们一个的筛选条件就不是很足够 那我们不如都缩择个尋保的范围 再次筛选过一下 因为我们还要看一下 究竟它还有没有潜在的水位 还有什么附加的条件 刚才大家看到Fscore评分 其实是一些历史数据 但有时我们要潜移性一点 比如说我们要看下财战年度的盈利增长 究竟是否一个增长正数 即是暂时市场预期 对预期预测核心的盈利 是的 没错 有一个正增长代表盈利有一定的保障 另一方面目标价 如果分析员都超高了目标价 现在都差不多达标价 那就没有什么空间 最低限度我们看到还有15%的上升空间 另一方面我们看预测的市场预测 要多一个15倍 因为大家看到现在恒生指数 预测市场预测大概10倍 我们不希望太贵的估值去买这只股份 简单来说 起码下个年度上 核心的业务上要赚钱 此其一 另外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大行目标价看长线一点 我们散回来说 要看看有没有肉食 目标价要距离一定的上升空间 要大过15% 而且最重要是在估值上算合理 市盈率要少过15倍这些水平附近 根据这些指标 所以我们再次拿个放大镜出来去尋下宝 好 剩下最终的6只 是否强者 继续综合企业 刚才长实还留得低 还有太古A 新创建 还有Gibson 新秀丽近来强势 继续有所留低 究竟是选择长实 还是有带零售旅游概念的新秀丽 太古A或者其他呢 我们会 如果纯粹消息面 最近市场多了炒 就是7加0的政策慢慢 会开始放松 0加7就是说 大家从外面的国家回到来 终于不用困住在这儿空缴 起码还可以回到工 最近有些个别股份 就有这些炒作 实际上如果我们筛选出来 我们看太古的股价和新秀丽股价 其实我们见到和本港香港的零售增长 有一定密切性 尤其是新秀丽 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年的关联系数 其实有10.6 即是说香港零售比较好的话 我们见到新秀丽股价都比较好些 是啊 最重要的是近期 亦都是有些消息去带动一下 那我们不如逐个逐个讲一下部署 因为我们刚才做节目进入来之前 就看到特首举行一个和大家传媒在这儿见面 亦都说到这个积极地去研究 检疫的安排有没有空间去改动 前期市场亦都在憧憬 零加七个隔离的措施有没有机会实行 昨天我们看到旅游团、旅行、零售等股份 亦都是炒上来的 加上泰股A亦都是计算用40亿去回购 不过这样去看的话 近期的顶部做过57.5的水平 但是动能指标有少少回落 那怎样看走势 如果看回泰股本身它是强的 因为之前出过业绩是好 有回购、派息是OK 所以你见到它一枝箭标了上去 现在来说纯粹走势 在角度看好像有个旗形那样在高位面横行巩固 我觉得现在来说暂时还是一个巩固阶段 所以等它巩固完之后 再进一步向上发展 就是向下发展 如果巩固完之后 看到它跌下来 那就不需要考虑 但如果看到它有力再冲上去 可能可以司机去马 40分钟时间 我们谈谈新秀例 好 今天再次强势 创三年多高位 是的 没错 新秀例也是强的 本身它在过去今年年初到现在 其实大家看到在18.5到… 滑行了很久 滑行了很久 对了 顶部18.5 下面又13.5元滑行了很久 到今年9月之后 就开始慢慢爆升上来 是的 到现在大家看到 基本上在2018年拉下来的 下降趋势线 去到近50%反响阻力位 短期来说 就可能会有少少阻力 去到21元附近 22元左右 不过今天又升穿了21元 是的 那位是刚刚22元左右 所以如果它能够突破22元 后市可能不怕 再有机会见26元这位置 看看这一层行不行 暂时来说 就夹着在22元以下 但是就继续在高位附近 21.5元 升幅到3.8% 好 谢谢Eric和我们分析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看 再次的财经消息 我们的银行财款指标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人民银行公布 一年期财款市场报价利率 是报3.65厘 五年期以上是报4.3厘 和上一个月一样 但是官方的中国证券部就认为 近期多加内银减存款利率 说缓资金成本之后 未来是有空间调低财款利率 内地8月不对称调低利率 一年期减0.05厘 五年期以上是跌幅较大 减0.15厘 由于五年期以上是按揭指标利率 外界认为做法是有助改善楼市气氛 人民币中间价连跌三日 继续见超过两年的圣地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最新是报6.9468至1美元 较上过交易日跌72点指 在前年8月12日以来的低位 在岸价和离岸价维持在7水平 另外人民银行进行260亿人民币 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20亿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投放240亿人民币 霍升国际减持上海鱼丸股份 涉及3,892万A股 套现2亿9千万人民币国外 占总股本1% 霍升说近期减持平衡财务战略 公司债务会如常常还 未来一年期到期的债务 已有明确安排 霍升今年以来在中港两地市场 减持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消息到此 再会 港股仍在升大概200点 刚才最多升过265点 暂时高位18,831 当然也是那句 10天移动平均线18,900 暂时未碰到 叫做跌了两天后有点反弹 内地股市都配合的 今天就靠外围 今早提过 美股是先跌后回升的 昨晚的道指 升花就挨近200点进涨 今早内地股市都做好 我们现在看到深圳成分指数 由四个月左右的低位 反弹1% 深圳创业版其实还好 一度弹2% 好了 这一节先跟着内地股市 找KK林家琪 KK你好 你好 你好 今早中央在LPR 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大家都看实 真的一如预期 没有减度贷款式 但市场也没有太大坏反应 预期了 是的 我想期望不太高 因为上周 虽然有些LLF到期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没有完全逐晒 都是略为偏近一点 而且市场已经对于 减息的预期越来越低 所以你见早一段时间 市场没有这些炒作 自然没有什么期望 你失望也很正常 反而有传 内地可能是一些疫情放松的情况 会进一步放松 尤其是有机会和国际方面 寬松一点的话 这个消息反而利好 譬如今天港股 和内地A股的情况 当然现在都是说 全有这些文件 但我觉得这一个 反而是在投资市场 尤其是对A股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不如说一句 放松防疫 日前高盛 大行先估计 去到明年第二季 放宽的机会只有五成 二十大之后 估计也未必有什么 特别大的放松措施 期望高盛觉得不太高 我们来看看重磅股 今早内地炒什么 军工类 理业股做得好 我们说过盈光幕 看到这些 我不报了 因为盈光幕自己见到 我们间不中更新 想说什么呢 说中石化 今天他计划 我们见到回购A股的消息 说真一句 盈光幕见到长程 不如交给你说 没什么反应 做回购 暂时在H股那里 帮不了手 是的 如果你对于H股 或者对于A股 其实它好像是两边市场 尤其是当你回购A股 大家可能会想 不是 那H股的价格 会远一点 因为大家会 是以回购 就觉得 A股的价值是被低估 现在你只是计算 两边的折样 日价都有40% 应该收窄 但是这个情况 我觉得未必说是 令到H股这边 会有些帮助 反而整个板块 你见到持续是甚至宽 中海又回回A股 都是这样的情况 日价 大家每个日价 其实都很宽 所以就当两个市场看 但我觉得 虽然现在 今天市场没有反应 但是作为投资者 是可以预备它有反应 例如说 未来 当A股那边的价格越来越上升 折样即是阔 没有理由阔到50% 甚至是流上 到时H股 怎样都会跟上 所以我都会当 这是一个好消息去看 尤其是 对于未来三百六个前景 也不是太悲观 大家都会观望地乐观 其实对于股价 未来会有些帮助 其实我们都会答真一点的消息 你说得很对 集团自己拿钱出来 去回购买自己的股票 大家觉得 都对股价 希望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对自己的股价 觉得是否便宜 有信心 应该买一些 当然H股 我们直接看了 我们自己香港上市 H股386 有没有反应 但我们右手边 看到A股 其实都有反应 升了1% 还有想回购买什么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他今次回购价 是多少钱回购 他说是用12亿到25亿人民币 去买右手边A股 去做回购 那价格很重要 他回购价的上限是6.18人民币 简单来说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他人民的A股股价 不高过6.18 不高过6.18 他都会买股票 都会买自己股份 买2亿到4亿股 现在多少钱 便宜很多 我想说公司是否都觉得 股价低估了好一段距离 严重被低估 低估可能是一个感觉 你拿回上限价 但是因为他都是国有资产 有时国有资产 我们就看回NAV 是否等于一倍去看的话 那确实真的是大幅折扬 所以如果你说 以我们这一边 H股这一边 都已经只有0.4倍的市场率 而A股那边 都是0.6左右 你会见到其实他们的折扬价 就是说A股那边的折扬价 那确实是有一个几大距离 和它伸实的价值 那我们一直都应该有一个概念 就是国有资产是不会流失 那当然它不会占卖 那但是你在资本市场 又会令到同一个想法 它又不可以比那个价格偏低 低得太紧要 那当然你说去回一倍很难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上面 我想对很多A股都会有个折扬价 都不是说是民企或者是国企 但是他这个态度可以告诉我们 他心目中是应该不止这个 但又不要跌落另一个圈套或者陷阱 就觉得他在6元以下 他今次说这个价 6元以下一定会买的 那未必一定是的 只不过他可能说 宽了自己 不会高于那个 那他可能低于才会出手 甚至乎是不是会买完呢 我觉得都有一些保留 所以A股今天我觉得表现就很厉害的 厉害不是说它有得升 是没有太大反应 因为如果你太大反应的话 反而市场会乱想 就说是6元 买到上6元 那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应该是 四个八跌下来 大家看到那几棍 近期都跌得比较多 就反弹了1% 其实你这样看图 又不觉得很出奇 还是跟着国策股 就是说一些新能源汽车 今天我们香港都很几只啪得着 我看到A股 股价有几只升幅 都介乎2-3% 简单说就是 法改委昨天就在 有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部委怎么说呢 重新研究推进出台政策措施 促进消费加快复苏 特别提到 新能源汽车出口 会成为亮点 简单来说 有些人总结就是 新能源汽车 继续都是谷内需担大旗 你觉得追不追得过 如果看消息 以往就追得过 大家会觉得 会再多一些利好 计划板块 销售 甚至乎你多个概念 会不会帮他们走出去 去买一些新能源汽车呢 我觉得是会有些帮助 可能在政策上 但如果你纯粹是靠这个消息去追 我觉得有少少危险 因为跟之前那阵的炒作风有些不同 之前那阵就觉得 你越买得多 你会赚钱能力越高 但你看到这几个月 销售量开始有些环比下跌 看完中期业绩又觉得 你不是的 你买得越多 不是说真的亏损收窄得很多 甚至乎有些亏损旷阔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去买这些新能源汽车呢 暂时当短线会比较好些 长线来说 当然你说基本面很强 但估值上 现在仍然有些贵 所以反过来看 如果你说近几天 你在低位卖了的 想着短炒 不如这些位置减一减 因为未来都真的会加息 这些因素 会对港股有大帮助 但如果你说看政策 不如看看未来有些什么政策 我觉得这个可以期待 但又不需要太心急 这段时间要立刻追入 好啊 多谢提醒 我们回来讲一些烟草故事好吗 港股继续升近200点左右 一万八千七楼上 看看有什么领像板块 除了刚才提过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做得好之外 今天科技股和电池相关的股份都做得好 看看网易 现在还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升幅有百分之四 曾经升过半成过外 至于京东集团 看到第二只都升得不错 有三百分比较进涨 刚才提到电池股 今天早上都是普遍做好 中国的碳酸女价格 昨天突破每吨50万人民币 创了新高 这些相关股做好 好像禁风 今早就有大手成交 股价到从上67元以上 看看最新的略为升幅回信 都升了300%左右 报在66.3毫半 至于天齐曾经都见到 是升了6%再多些 现在都升了6.4% 至于就是超级动力同样做好 跟大家看看 升市下有些什么领跌的板块 当中包括教育股 21世纪教育是见了9个月低位 最新跌幅都只有1.3%左右 至于其他相关的教股都要下跌 我们先谈到这里 本期节目时间 恒指连跌两天后 今天终于有得彈一下 最多升过264点 卫健过18830点这个水平 看着现在的升幅来为收集 但仍可保持升到200点过外 最新行只升211点 做是18777点 至于我们股市方面 都可以靠稳 上证指数现在最新有19点的进涨 深证城市更加升到超过1% 这一节请KK出来 一起谈谈心水板块 Hello,KK Hello,Crystal 看着港股整个势来说都弱点 虽然今天可以升200多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换局当中 有没有什么心水 又或者是机会可以炒一下 是啊 因为在市况不太好的情况 应该留意一下 哪些公司生意 是没有受经济影响 甚至乎是一些光性需求等等 可以留意一下一些电子烟相关 因为电子烟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你经济好不好 大家都会照吃 而且这些业务上 比较独特一些 可能在市场上 会有一个较为高的估值 嗯 即是电子烟有个 譬如好像内税那样的概念 即是怎样都一定要吃 不过今天 电子烟就各别发展为主 暂时斯摩尔没有起跌 暂时股价守回11.7毫巴这些水平 华保国际靠稳升到两仙 比亚迪电子升多些 今天早段来说 曾经升到4% 现在升幅收窄去到2% 中国波顿方面都升到1% 当中有着中烟香港要倒跌 抽借比亚迪电子出来谈一谈 他今天最新就说 旗下两家子公司 就再获得烟草专买的许可证 现在合共计就三张 因为内地自三月起 就一定要拿到许可证 才可以去卖一些烟草产品 如果我们看回比亚迪电子 他自己其实电子烟的佔比 本身不算很多 我们找回他上半年的业绩出来看看 最主型的业务 其实都是智能手机和不电为主 这一部分的收入佔比 佔到7.6% 不过盘数表现就一般 按年来计都要倒退到1.2% 当中的新智能产品 这一部分就包括电子烟 佔比1.5%过外 都有增长 增长到3.8% KK 现在这样看 他拿到多两张许可证 是否意味电子烟的收入可以再增加 是的 可以预期这是一个新的业务 我想对于比亚迪电子来说 帮助就会教其他一些电子烟生产商 会大 因为这次你看到他拿过两张 其实都是生产许可证 而只要你拍着 比如看着斯摩尔 甚至乎波顿这些公司 斯摩尔的毛利率特别高 接近48%那麽高 而你看上半年比亚迪电子 其实他们自己的毛利率 只有5.3% 还要按年下跌了1.5% 即是说 传统的业务 无论你做手机不电 甚至乎是有些新能源汽车 增长那麽大 都未拉动到他们整体的毛利率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 有两张生产性 未来的收入 会有增加 即是不要想着佔主流 但起码会改善到他们的毛利率 只要略为去改善到毛利率 整个公司的股息和盈利的前景 就不同了 所以对于他来说是特别重要 你都看好 这个可以分散原本的业务的不足 因为本身如果是做一些手机居多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需求似乎都放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股价你看还有多大帮助 要看他们的发展速度 还有要估计 他们的经营日历贡献会有多少 因为纯粹说两张 我们又未知道内容 可能真的要公司在未来一些业务更新 才知道每一年 因为这两张可以生产到多少 而是可以给一些分析员计算到 它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 尤其是今天的股价 我觉得又未算到真的很兴奋 可能市场之前就已经知道 它已经有做了 那么多两张而已 又不是说是多很多 还有可能股价也是叫 比起大市强 你见到这一转 由五月去抽上去 其实都是比五月的低位 多成十元那麽多 所以都是因为这样 股价的动力就不算太足够了 暂时不要太过憧憬 是这一两张的许可证 会帮短期的股价会大多少 但我想对于他们每一次的业绩 应该会有些帮助 我觉得用回一个 比较保守小小的一些看法 看都是看着二十六元先 但是你说每次如果有机会 真是股价落到去近排一些 那些主要平均线 譬如20元那些位置 亦都是吸纳的时间 所以刚刚在中间 我觉得有兴趣中长线的 买些先 又不需要太心急 似乎因为之前 其实两次都是去到二十六元水平 似乎都有个阻力在 KK就建议 等到二十元的水平 直播空间大些 如果你刚刚都提到 现在都是要拿到一些许可证 才可以去卖去生产 看回市场上 斯摩尔似乎还是个龙头 因为暂时来计拿到五张 比亚迪电子刚刚就说了 最新拿到三张 中国波顿方面暂时有两张 如果是这样看 如果是看好整个电子烟 是长远的人都要吃的话 选择龙头会不会稳定一点 但是股价又似乎不是这样反映 是的 你见到股价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做得比较差一点 而且你拍下去 以那个市盈率去看 它又比比亚迪电子 做得低一点 所以你就这样看 会不会可以高一点呢 我觉得 因为选择这些股份 你不要期望它们 因为有许可证 就可以生产很多 因为我相信 国家政策 都不会这么鼓励大家 去吃电子烟的 只不过在监管之下去吃 所以只可以说 它的业务上 会比较稳定一点 如果你纯粹是看 两种股价的变化 它可能会有些股值上面的落后 但是这个不是买入去的一个原因 反而就是要下一转 当我市场的气氛好一点 肯定给这些有概念的股份 高一点点股值 我觉得到时再去买会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你说我高位有货的 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的 因为下一个浪如果升起上去的话 它都算叫做龙头 它业务上 尤其是刚才说过 毛利率这么高的话 股值上会有些帮助 暂时先看着股份 好啊 观望着 等大市气氛回升再算 斯摩尔暂时靠稳升到良先 这个字 麻烦了KK分析 我们一会儿